大家好,我是黑蓝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日本经典制作 讲述了四姐妹相亲相爱一起生活的电影 《海吉日记》 这是一处海滨老屋 屋子里居住了三姐妹 她们是不幸的三姐妹 因为自小她们的父亲就和小三私奔 她们的妈妈因为受不了打击 也抛去了她们离家出走 那时起她们就生活在残缺的家庭 但是她们却又过得很幸福 因为三姐妹相亲相爱 生活得很融洽 某日继母来电 说她们的父亲过世了 姐妹们前去给父亲跟赃 对于这位继母 三姐妹并不喜欢 因为继母很自私并不爱她们 在继母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妹妹 但这个妹妹并不是继母生的 而是父亲跟之前那个小三生的 显然小妹跟继母在一起并不开心 于是三姐妹决定带小妹一起生活 小妹很喜欢三个姐姐 四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开心 尤其是三姐跟小妹年龄相仿 两人关系最为要好 三姐在一个体育用名店上班 店长是一位中年大叔 不知道为什么三姐很喜欢这位店长 但是两人毕竟年龄差距太大 所以三姐迟迟没有开口 小妹喜欢踢足球 于是店长就帮忙把小妹介绍到当地的足球队 每次大家踢完球 都会到附近的海猫美食店聚餐 店铺老板娘是一位慈祥的阿姨 她很喜爱原来的三姐妹 对于现在来的这个小妹 阿姨当然也是喜同心动来 在这个家庭里 小妹收获了前所会有的快乐 亲情的感觉无限美好 或许某日她还会遇到喜欢的男孩子 收获美好的爱情 关于爱情就要说说二姐 因为从小就生活在缺少父母关爱的家庭 爱的温暖仅仅来自于大姐的些许关心 所以二姐心中是孤独的 这也导致二姐的爱情观出现了扭曲 对于爱情的理解 是简简单单的陪伴 所以二姐的男友们就算是一事无成的小白脸 她都不在乎 她只需要男友陪伴自己的感觉 因为这个大姐多次训斥了二姐 但是这都是因为爱才有的冲突 所以姐妹们的感情并没有受到影响 一天三姐妹的亲生母亲来找她们 她妈妈来到以后 却是建议要卖掉她们一起生活的房子 大姐很生气 她或许责怪妈妈要卖房子的事 但是更多的是心里的怨恨 当初妈妈与爸爸离婚后就抛弃了姐妹们 这一路走来多少委屈多少心酸 大姐心中有多少苦又能向谁诉说 所以大姐和妈妈吵了一架 姐妹的父亲一再去 感情生活看起来很混乱 可是大姐恰巧也喜欢上了一位已婚的男人 这个男人的妻子重疾瘫痪 男人也很喜欢大姐 她答应大姐会跟妻子离婚 然后娶大姐 两人一起去国外生活 虽然大姐知道男人是真心的 但是男人却迟迟放不下贪瘫的妻子 现在男人又要出国了 大姐不想这么不明不白地跟男人过日子 也无法割舍和妹妹们的感情 所以没有答应跟男人说了 两人安安静静地跟手 一日妈妈突然找大姐道歉 妈妈说自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很对不起女儿们 其实大姐心里何尝不想要母亲 母女间哪有说不清的怨恨 一句道歉足矣 母女俩一番长谈 大姐心中就感受到无限的幸福 两人之间的隔阂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感慨于亲情 大姐带着小妹去父亲生前最喜欢去的海面 虽然父亲很混蛋 从小就不管姐妹们 但是大姐心中一直期盼了那份父爱 父爱不能再有 只是有些伤感的 小妹突然哭了起来 因为父亲已经离世 她的母亲也离世了 她忽然很想很想自己的妈妈 大姐看着伤心的小妹深有感触 但是她也只能安抚小妹别无她反 某日四姐妹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就是带她们非常亲切的海盲美食店的老板娘 半癌症去世了 虽然老板娘与她们非亲非故 但是这位阿姨给了她们犹如母亲般的此相 对于阿姨的去世 姐妹们伤心不已 但值得欣慰的是海盲美食店还在 四姐妹依然一起生活在海边 她们很幸福 她们的生活很明显 电影由一场葬礼展开 又一场葬礼结束 喜怒哀乐 生你死别 在这部电影里都出现的那么自然而然 网上很多人说看完这部电影感觉很舒心 很治愈 尤其是小妹和她的小男友在樱花祭道里的那一段 真的让人感觉很美好 而影片中每个人处理矛盾冲突的方式 几乎都是让人很感动 似乎他们都在笑着说 这就是生活 就看你选择怎么过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帮我点下关注转发 我是黑蕾 不会好电影的黑蕾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